面对客家化的逐渐示威 客委会也呼吁家庭能够担起延续的责任 鉴于客羽的使用在都市有逐渐示威的趋势 客委会便积极推广客羽相关保存活动 以激请民众对客羽保存的意识 而客委会主委古秀飞更呼吁到大众 希望客羽延续能从自身影响至家庭 担起语言传承的责任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本身 如果说因为像我们这样子的计划 一年下来高雄市区跟乡村区 这两个地方分别上了八堂课 但是这一年只有八堂课其实是非常少的 所以它还是要靠我们日常生活中 爸爸妈妈的语言行为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外公外婆 可以用你的语言来跟下一代对话 这是最重要的 语言的保存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台湾地区目前仍是以名乃语系为最大宗 而客羽则为需要保护的语言 为了让客家会的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客羽的使用人口必须担起保存语言的责任 来为自己的母与保存尽一份力 十方新闻仰育带来徐建议 高雄采访不到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